再来一夜 消防狼拍裸照 恐吓黑秀 不要再答应情人拍裸照了 小心被当成把柄恐吓 基隆市一名22岁消防员 已有女友 三个月前在交友网站 认识20岁女网友 上周约炮成功 发生多次性行为 晚事后 消防员还拿手机拍下裸照 不料他事后回味一夜情 竟传简讯 一天狂扣20通电话 感不出来就散布裸照 女网友假装答应见面 在案中报警 警方趁着色狼消防员 赴约时将他逮捕 基隆市消防局表示 全案正有警方侦办 若证实该消防员犯法 一定依法行事 却不顾短 于是表示 汉色裸照未经女方同意 恐构成防害秘密罪 消防员频频打电话 并以散布裸照威胁碰面 以涉及恐吓罪 当我们新闻实在遏职 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